双结党的重头戏 让很多观众期待了很多年的坚如磐石 看完就俩字 难受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刘老师 今天继续院线试读 聊聊一幕的新片 坚如磐石 前期关注过这部电影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部电影已经压了很多年 如今终于颁上了大荧幕 我个人的期待情绪自然是无比高涨 但是当我看完电影走出影院的那一刻 我的心里边只有一个感受 那就是难受 我说的这个难受 不是单纯在评价它好看还是不好看 老规矩 我先给一个结论 演技出彩 前期高能 后期掉线 结局没斗住 坚如磐石能不能看 我觉得肯定能看 但是我看完也确实就是非常难受 考虑到很多同学还没看电影 所以接下来呢 我会在尽量不剧透的前提下 来解释一下我难受在哪 电影剧情 由一起公交车爆炸案展开 这起爆炸案看似是一次恐怖袭击 但是警察苏建明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 他发现案件非常离奇 这背后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 甚至渐渐牵扯出了幕后的两方势力 一方是他的养父 副市长郑刚 一方则是声名显赫的当地企业家首富 李志田 那故事讲的是关羽商的对决吗 是 但不完全是 影片主要想讲的 其实就是预告片里边那句最经典的台词 千万有钱 关上还有关 他要说的是一个更黑暗 更残酷的真相 这个真相中所隐藏着的 是人性中最卑劣的凶险和邪恶 其实在我还没看片 只是看了预告的时候 肩如磐石就给我馋的不行 首先 打黑除恶这个题材 我个人本身就比较喜欢 其次是预告片中 释出的画面非常吸引眼球 诸多镜头的尺度都比较大 比如伸手下火锅 还有套着防护服杀人 血浆撕剑等等等等 这些片段的堆叠 让人没法不遐想 再搭配上迷离的色彩和灯光 充斥着一种迷幻诡异的味道 我看有网友管这叫啥呀 叫赛博朋克扫黑 那么让我难受的第一个点就是 我在预告片里边看到的一些素材 在正片里边并没有出现 或者说并不是那么回事 印象最深的就是厨师张嘴的镜头 预告片里边打了马 说实话 如果在正片里边 真的看到了我脑补刀的镜头 可能会生理性的难受 但实际看完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我生理难受是没了 改成心理难受了 其实当我坐进电影院里边 一开始我是非常惊喜的 因为影片前期的气氛轰得很好 我基本上是一上了 就被带入到了情绪之中了 跟着雷家音扮演的警察 一起去调查爆炸案背后的种种的蹊跷 我认为《坚如磐石》 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犯罪电影 在我这儿呢 他几乎没有悬疑 不管是人物身份 还是角色背后的形势动机 电影基本都是只给了 比如张沟丽饰演的郑刚这个角色 由于我前期看了预告 所以他第一幕一出场 基本就等于名牌了 也因此我慢慢的就把注意力 放到了多方博弈的过程上 多方势力和角色 如何彼此牵制算计切� 看他们就有一种坐山观火斗的感觉 尤其要强调的是 这部片里边 于和北的演技 简直就是碾压般的存在 一种风魔之中 又带着一股儒雅的状态 前一秒是为了利益 可以人性泯灭 下一秒面对爱女 又能表现出无限的慈爱 有一场戏是他闺女生孩子 他守在床边 与此同时 他还有另一件重要的大事要操心 一边是对女儿的心疼和担忧 一边是对当前博弈的紧张和关切 两种情绪交替呈现 这种复杂的演绎 让于和北呈现的那是举重若轻啊 那么我以上说的呢 就是我结论的前半部分 演技出彩 前期高能 那好的地方说完了 下边咱们聊一点但是吧 但是电影越往后看 我越搅着难受 总感觉这个看电影的时候 就有一口气没被提起来 电影想表达的有很多 但是又都没说到最核心的重点 越发的浮皮潦草 那尺度前边看似大 后边越看越不搭 俩字如搭 虽然电影的气氛轰得很好 但是在剧情的节奏上 处理的就很奇怪 特别跳脱 有好几段上下衔接的极为突兀 看的人是云里雾里 有时候前面明明已经铺垫的 非常到位了 我的那颗心呢 正悬着揪着 等她给我来一个致命一击呢 结果下一秒 哎 突然断了 有时候剧情推着推着 画面一转 哎 又莫名其妙就接不上了 比如杨小薇这个角色 一个手握关键证据的女孩 她的相关剧情前后衔接 包括最后的结局处理都特别差 已经看过原牌的同学 肯定懂我在说啥 而且影片很多的细节处的表达也不清晰 所以的细节一大堆 最后它不往一起合 这不是气人吗 就好像别人请客吃饭 那请客的端起来菜单跟服务员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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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点呢 咱这心里面还挺不好意思的 哎呀 这整个这些是不是有点破费啊 然后只听请客的来一句 啊 我说这些都不要啊 给我上两碗拉面 当然我也知道 我吐槽的问题 有一部分审核的原因 我也能感知一些电影中 确实是做了修改和调整 比如说原本说的重庆的方言 后来都变成普通话了 演员有大量的台词和嘴形都对不上 我看网上还有人说 郑刚一开始的角色设定 是公安局长兼副市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剧情里边 郑刚开挂一般的信息来源 以及掏枪的举动 似乎也就能说得通了 不过在这呢 我得插个题外话 我老家是武常的嘛 2000年的时候 武常来了一个市委书记 后来我看到报道说呢 他当年就配了枪 你看新闻里边写 是他自己向市委申请要配枪 谁敢不同意啊 他喜欢这一套东西 搅着配枪有面子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改成副市长身份的郑刚掏出枪来 似乎也不是啥不可能的事啊 扯远了 说回来 观众可以去尽量理解 共情一部做了删减的作品 可是大家也是花了票钱 去电影院看的片啊 观众看到的是啥 那就是啥 观感上打了折扣 那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所以这也就成为了一个 让我内心感觉到难受的点 我共情你 那么谁共情我呀 那么这个电影最让我难受的点是啥呢 是周冬宇扮演的女警察李慧林呢 咱就是说李慧林这条线 对这部电影有一毛钱作用吗 关键有用的信息 你都删掉那些了 还差着一个多余的角色吗 删掉了这条线 电影缩近了一百分钟 节奏还能更紧凑呢 最重要的是 你这个角色你不删你就不删啊 但是你睁眼睛看看 苏建明和李慧林 哪有一点点的CP感呢 还建明呢 你看见啥了 你这名都白起了 而且你就说 这么严肃一个题材 就他俩大结局那场戏 都给我看乐了 就他拿个那个破手机 开工放那段 看完电影的同学来说说 你看那的时候你乐没乐 那么最后呢 咱们再总结一下 扫黑电影坚如磐石 有优有烈有遗憾 独性三颗星 我期待看到一场阴谋之战 期待看到人性的阴暗面 逐渐的浮出水面 看到大佬们各种的勾心斗角 各种的上下窜通 蛇鼠一窝 这些预期影片 基本上都达到了 独性方面呢 两颗星扣在了剧情细节 衔接的不连贯 结尾的处理和前期的气氛 产生了比较大的割裂 一颗星得扣在李桂林这条线上 那这期视频呢 虽然说时长不算长 但是我觉得优缺点 也说的算比较全面了 想看扫黑犯罪片 括弧没有啥动作戏啊 想欣赏一下 老戏骨标文戏带来的震撼 那尖如磐石还是可以一看的 兴趣要没那么大 那等下应了去网站上看也行 但是如果你想酣畅 淋漓地看一出扫黑除恶的好戏 那估计是酣畅不了了 淋漓拉拉地看一场 倒是还可以 那么今天这期院线试读就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